谈统图是不是真的没一场试 我相信今天离开我这里 我相信你有没有一个人敢在谈统图 是吧 笑话 你要让今天有来听讲的人 听到你在谈统图 人家已经笑你了 去哪里买粮食 有没有搞错 全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在哪里 美国那一边 就在我们的世界地图看不到的地方 法国那一边在地图看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那一边 苏联那一边要经过大陆 阿根廷那一边澳洲那一边 中间印尼缺粮 马来西亚缺粮 印度缺粮 你凭什么他卖给你 所有人都缺粮 没有什么他卖给你 除非你愿意付出 这个运费的价杂的几倍 几倍哦 因为运越久就怎么样 会发芽哦 湿热的海上运输哦 海上运输哦 尼泊大门 不知道在想什么 澳洲 乌克兰 不要想 乌克兰又要经过大陆 印 美国阿根廷巴西 太平洋那一边 法国欧盟那一边 印度 他缺粮 他是缺出口是很大宗 但进口更大宗 他进口进不了的时候 他还愿意出口吗 大豆 美国巴西亚 捐体反正就是这样 粮食在哪里 遥远的那一方 真正买得到在哪里 隔壁 你要不要 亚洲 想要在亚洲找粮食 我给你 世界粮食进口排行榜 这个就是他的世界排行榜 小麦 日本世界第四大进口国 印尼第八大菲律宾第十八大 印尼 日本第一大韩国第三大中国第五大 大豆 中国第一大日本第三大泰国第八大 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彭作奎 在2008年的粮食危机说 台湾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是 到东北买大豆 昏庸啊 我们彭作奎说 到东南亚去找耕地 昏庸啊 这些不是他们 他们不是专家吗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 我们跟台湾大陆的经济贸易 以来的关系要发展到百分之多少 台湾人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决定我们的经济贸易 那些百分之七十要靠大陆 不要蠢统主 其实大家今天起就可以轻松躺着干 反正 只要共军同志愿意解放台湾 台湾就不会有莫力革命 只要台湾的穷人活得了 有钱人就可以高枕不忧地活 还没 你想要现在就问一下 等一下 有问题 就是莫力革命 台湾平成的莫力革命 是问人员各地的高油 高油价问题 蛤 那台湾那种莫力革命 让人家没办法解决 本地有的良知问题 跟全世界的高油价问题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的问题 你不要急你慢慢讲 我说你们那个条例出了 是有代表的 是大陆兰军的解放 那个是莫力革命吗 对 我想是说 莫力革命就算有的话 你会办法解决 全世界的高油价问题 跟高油价的确认问题 我没有说莫力革命一定会解决台湾的问题 人类历史一向都是这样子 只要解决不了反正会杀 战争把人杀掉 2300万杀掉 剩1000万的时候 就没事 水就够用 能源就够用 只要在战争的过程中 台北的房地产就会掉到顶 年轻人都买了几房子 只是不愿意买而已 怎么会解决不了问题 人类已经4000年都用这种方式在解决问题 共军接收台湾是比那个更好的答案 你知道不知道 因为你缺钱 大陆有一堆外汇嘛 你缺粮 我们台湾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大陆每个人吐一口痰 可以延迟台湾2300万人 大陆每个人省一口饭吃 台湾的穷人不就有人吃了吗 你知道什么叫13亿 你知道什么叫2600万 你知道吗 我在建桥的时候 我是我指导教授最后一个学生 他那一年只收我一个 我在那里的时候 有一个大陆学生一直在打探我 后来消息传出来 他不服气 因为他申请我知道教授 我知道教授没有收他 只收了我 他非常不服气 他放话 老子是13亿人口高考第一名 台湾那个小子平时他占我的位置 我就赶快数一下 13亿数以2100万是几倍啊 我都吓得屁屁错啊 你知道就知道 你知道吗 我连北大都不见口得进去 我抢到人家位置 我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 13亿对2600万 他绝对有办法给 大陆粮食自给率 加入WTO之前98% 加入WTO一直掉到95% 但是他们第一次要往上调 所以知不知道日本粮食 日本的粮食生产成本是 进口的5倍到10倍 我们每次都说 台湾粮食成本太高啊 所以无以为继 我们也不过认人家2倍 日本认人家5倍到10倍 日本人已经从40% 自己率提升到45% 准备要提升到60% 为什么 就因为台湾人是 抗陶麻在洗碗 那个陶是从总统府布袋 就是盖在总统府上面 总统府就是不知道 全世界人都知道嘛 2008年经济大萧条 你们知道 亚马逊河流 破坏亚马逊河流 最大两大元凶 第一个元凶是森林改发 去种大豆 你不要听说 今天亚马逊河流大豆丰收 增产了 你不要高兴 都是砍发森林 老天爷赏脸 没有出 没有下好雨 大豆丰收 一下雨 森林被砍发尽界 没有办水土保持功能消失 水进了亚马逊河 直接向两边直接就泛滥出去 巴西史上最大洪灾 记得吗 淹死了多少人 水就是进入整个大豆田 天所 我们已经在地球的尽头了 不像再去思想任何奇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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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已经在地球的尽头了 我已经在地球的尽头了